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那么今天在中心场地所进行的第三场比赛 是男子单打的另外一场半决赛 交手的双方将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来进行 那么今天身穿红色上衣的是陈金 就是来自于河北的一位选手 而他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林丹 身穿黄色的上衣 这两位选手因为是同分在了上半区 分别的战胜了之前几轮的对手 一路杀进了半决赛 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收看比赛 我们再次请赵志华教练来对我们进行 给我们的这个比赛进行评述 大家晚上好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今晚谁获胜将进入17号的决赛 决赛将要与马来西亚的选手李宗伟来争夺今年的男单冠军 皮条对角 刚开始两个人的节奏打的还是比较慢 都在寻找机会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平常就是说在家训练或者在队的一些比赛 我相信都会时常在一起 所以对双方的这个球路习惯性的一些战术都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这样一场比赛就是说肯定会就是说上来你不需要打那么快 打那么快就是说对方也知道你有这个多少精良对吧 对 能力在哪里 对 真的很多拍啊 这个在男子单打里面也是不多见 手发的一个下压 这球还是在活着 这是互相的在打这个四方球啊 底线的两个脚加上往前 也在考验双方的基本技术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平高球啊 还有一个就是调球 对 刚才出现了一个勾对角啊 再次就是神经的突然的下压一把偷袭 假动作还是推林丹的反拍底线 看来这个第二排第二个球已经打了那么多拍了 真是太多拍了 很少见 像刚才这个李崇伟跟李贤一 也是在那个大概在六七分过后啊 才有那么多的这个拍子 对 可能就像你说的啊两个人太熟悉了 其实呢在队内的比赛平常呢 平常是肯定是很多的啊 他们在正式的大赛当中交手七次 林丹和陈金呢这个比例是林丹胜五次 负两次 最近呢这两次交手全部都是陈金获胜 分别是在2008年的全英公开赛和2008年的亚洲锦标赛 林丹呢在刚才的这个多拍的较量当中呢 还是说笑到了最后 比数呢暂时是2比0领先 因为再次出现了中国队的交手啊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身后的教练员席呢 都座椅空了出来 互动小球 林丹把球挑起来 前进的下压 我最后时刻觉得这球是在界内 对对对 那么刚才这个球曾经以为也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对运动员来说 准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当这个球还没有落地的时候 你都要做好一个春风的准备 就是要盼望对方这个球 可能下一拍会回到什么地方 如果你能做好这样的准备的话 那么刚才这个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正拍的勾对角 头顶的一个轻调往前挂网 1比2 看来今天也是一场考验双方体力 包括耐心基本技术 各方面都是一个考虑 2比1比1 2比1 3比1 3比1 4比1 4比1 其实两位选手都是属于进攻 比较好的运动员 那么林丹大家也比较熟悉 那么后场的攻击力 刷伤力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曾经在年轻一代的选手里面 也是属于一个攻击性比较强的运动员 很可惜 那么这个球发球 那么出现了这个失误 所以这位运动员 我觉得发球尽量尽可能做到比较失误 如果就算你发球发得比较高 那最少对方他还要怎么去处理呢 如果你直接发到失误的话 那么对方可以说不用花费什么力气 就得到一分 5比2 林丹暂时领先 那么到目前为止 双方也没有太多的这种 强有力的这个进攻 那么刚才林丹这个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这个起跳突击 当然这个杀球也不是说用尽的这个权力 也是属于一个点杀 好球 漂亮 这球林丹呢在跑动当中的 这个这个放网的质量不是很高 曾经的一个正拍的一个勾对角 林丹的身体素质真的是很好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救球方式 有的时候不是像其他人用弓箭步 勾不到的时候 他会整个人趴在地上 但是他能够很快地站起来 这个动作是一气合成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他的这个前脚能够跨得出去的话 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摔下去 因为摔下去你毕竟是一个 重心完全失去了一个 一个救球的方式 好不好呢 有可能会受伤 有受伤的危险性 确实是这样 这球杀出界了 曾经呢把比分呢 追到了4比6 然而是落后2分 曾经呢是一个22岁的球手 身高1米81 那么今天这场球确实打得有些艰苦 就可能因为是彼此特别的了解 所以这个比赛刚刚进入这个中半程阶段 前半程的阶段就已经开始这么多拍 曾经看到了往前那个机会用反拍的来铺网 这个球铺的动作有点大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慢镜头 完全就有一些 不应该好 因为这样的这个铺球动作确实就是说过了一些 可能这机会太难出现了 在跟林丹的这个多拍对 也可能它是 其实可能体能下降的比较严重 对 要累的有点 着急 耐心不够是吧 假动作 这个球出界了 8比4 今天这一场比赛确实非常的残酷 因为那是在中国选手之间来进行PK争夺决赛的席位 所以说我们现场的观众 这个现在不知道该给谁加油 场面反倒是变得有一点沉闷 对 而且再加上两个选手的这样多拍来多拍去的 打得也不是那么太精彩是吧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的 可能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太熟悉了 好球 那么林丹是一个头顶的掉对角 那么目前比分是拉得比较开 那么9比4 林丹暂时领先 5比9 好球 那么林丹刚才这个接发球 首先第一个点强的比较高 然后一个停顿 再加上放网的这个质量也比较好 嗯 极确 你看这慢动作的球放拍得非常的漂亮 球拍跟球头之间的摩擦 使这个球产生了漂亮的转动 反拍 反拍 比较高的高球 就赢了男单冠军 对于陈金来讲的算是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 他在02年04年两届的世界青年锦票赛当中呢都是获得冠军 22岁的他呢 今年呢是以汤姆斯杯这个阵容当中的第三单打出赛 再在重要的场子当中的帮助中国队拿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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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动作啊 改成一个正拍的一个钩对角 下球出界 7比10 再把双方换一个球 真的打得非常的辛苦 曾经这几次的正拍的勾对角 还是很有把这个球路分开的一个作用 再追一分 8比10 今天还是多次的采用正拍的勾对角 来分配球路 发球过腰 这个球被前进的发球 被发球裁判抓到了发球过腰 双方第一局的交锋 对拉的过程中林丹出现了一个失误 9 11 10 10 10 轻调到往前还是非常有质量的 12比9 反拍的一个挡网 应该是 绝罚球的假动作 可惜这个球推的有点力道太大了 出界13比9 林丹在比赛当中 它是属于进攻意识很强 速度很快 击球的落点很刁钻来建长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 进到这个阶段 还没有看到太多的这样的 精彩的进攻场面的出现 割对脚 那么双方基本上还是通过这个 护调 然后再寻找一些机会 这是林丹的自己的进攻的一个失误 15比9 看到了这有超级丹的粉丝 举着林丹的海报 从2006年7月起到现在 林丹的一直是稳坐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 它有20年的球龄 其中13年是在代表部队来参赛 所以说是13年的军领 荣立了一个一等攻 一个二等攻 还有两个三等攻 也是全军的十大标兵 你看他只有25岁 不过他是副团级干部 勾对脚 反拍的过度 曾经的放网失误 这球应该是放成了一个滚网球 看一下慢镜头 中国队的教练团队 全部都坐在运动员和教练员席 就是挨着我们评论席不远的地方的一个位置 刚才看过我们的评论席不远的地方 我们看到南丹的这个教练汤仙虎 那么他在队中呢 现在是专门指导林丹 下一个进身球 18比1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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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推出了底线 陈金的失误送给了林丹一分 19比10 往前的一个切球 林丹撬体之后一个吊球 接一击中杀 落点非常的尖 20比10第一局的局点 林丹在这样比赛中 出现了10个局点 咱们看慢动作的重放 动作是跳球 起跳的杀球和吊球 是要求动作一致性越高越好 对 就是要逼真 当你跳起来的时候 要让对方觉得你要杀球 然后这个时候你能够做出吊球 那么这个就能骗到对方 影响到对方的这个启动跟判断 半场高球 林丹的还是把球拉开 陈金下压 去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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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逓 這樣臨丹的這個 剛才是陳津的一個後場